新香会推出多款特色菜及各类新增菜式 新派川菜 传统精菜 经典小厂 尽在新香会 北约客店3875 Don Mills Road 647-288-8899 世家宝店3290 Millen Avenue C16754-8810 继5号纽约爆发近三周来 最大规模的占领华尔街活动后 6号抗疫游行继续在全美蔓延 当天来自全美各地的 近千示威者聚集在首都华盛顿的自由广场 他们打出了占领华盛顿的标语 高呼给富人加税 制裁金融机构的贪婪等口号 谴责大企业利用金钱影响政治 要求政府将更多的资源 投入到保障民生的项目中去 而不是补贴大企业 或在海外发动战争 很多抗疫者随身都携带税带大背包 在广场上安营扎债 准备打持久战 据悉这场抗疫活动将持续数周 同一天美国休斯顿 费城 洛杉矶等城市 也出现了示威抗疫活动 奥巴马6号对抗疫者的初衷表示理解 奥巴马承认 美国民众经历了大萧条以来 最严重的金融危机 全国各地各行业都遭受了重大损失 以占领华尔街为代表的抗疫活动 正反映了美国民众 对金融行业的不满情绪 讲话中奥巴马话锋一转 将美国目前遭遇的金融危机 归咎于欧洲 对于华尔街和共和党乃至国会 奥巴马在讲话中更是夹枪待棒 针对美国银行上周表示 计划对使用借记卡购物的客户 每月收取5美元费用仪式 奥巴马说 一个健康的金融系统 应该是要求银行 及其他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 基于产品和服务的制优价廉 而不是通过隐性收费和欺诈等手段 奥巴马说 此前通过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 正是为了加强金融行业监管 打击金融业违规行为 保护消费者利益 但是共和党却在竭力阻挠该法案的实施 一些共和党总统竞选人 甚至表示当选后将谋求废除这一法案 奥巴马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希望看到国会积极行动 通过他提出的规模为 4470亿美元的就业法案 奥巴马称 不希望看到一个无所作为的国会 美国会参议院当地时间6号 决定推迟表决 2011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的立项预案 外界普遍认为 真相法案主要针对中国 旨在逼迫人民币加速升值 参议院6号上5本已经通过程序性投票 同意参议院结束对2011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 立项预案的辩论 并且进行最终投票表决 但是6号下午 参议员们对议案修改内容出现了分歧 参议院多数党民主党领袖李德随后宣布 参议院将最终表决时间推迟至11号晚间进行 7号早上 利比亚执政当局武装对苏尔特发起猛烈进攻 在沿海公路上很多装载武器的武装卡车是火力全开 坦克炮弹和火箭弹骑射目标直指卡扎飞支持者的据点 美联社说此次猛攻标志着执政当局武装攻下苏尔特的最后一战的开始 由于担心战火波及生命以及食物等必需品的短缺 大批苏尔特民众今天继续逃离出城 执政当局对出逃的民众是一一进行安全检查 以防有卡扎飞残余势力的逃脱 几个星期前执政当局军事指挥官就承诺要一举拿下苏尔特 但是这场最后一战被一再推迟 据泰国媒体报道 由于连日暴雨加上多处水坝泄洪 目前洪水已经淹没了大城府招批耶和附近的大片区域 迫于洪水的侵袭 大城府当地居民在没过膝盖的洪水中紧急转移自己的物品 当地除了民防稻田被洪水淹没外 闻名于世的泰国大城蔡瓦达纳兰寺也受到威胁 当地政府称大量涌入的洪水正威胁着股市的安全 大城府地区平原广阔 河道纵横 农业发达 为全国主要产米区 水产丰富 自今年8月份泰国招受洪灾以来 已有三分之一的省份被洪水侵袭 大约240万人受到影响 农业部官员估计 目前已有150万亩稻田被毁 10月7号是阿富汗战争10周年纪念日 6号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 在北约国防部长会议上说 阿富汗的安全局势已经有所改善 塔利班武装人员的数量有所减少 阿富汗安全部队已经足够应对日常的安全防务事务 所有的防务移交工作将于2014年年底之前完成 拉斯穆森同时还强调 移交防务并不等于北约将离开阿富汗 北约将承诺继续履行承诺 与阿富汗政府合作 因此不必担忧阿富汗会出现安全真空 卫报评论说 战争初始 我们原以为战争不会拖沓 我们观望一切转折事件 观察我们不成体系来回变化的政策 但眼看着这场速战演变为持久战 直至今日 我们仍不知如何收场 如果要从战争发动者的角度 给这场战争做一个简短的总结 文章说我们得到的教训是 我们大大高估了用军事外交情报系统 改变另一个社会的能力 卫报认为战争之初 美英等国没有意识到某一天会卷入内战 当意识到这一点时 却对这场内战的本质知之甚少 当了解许多后竟不知所措 想不出退路 这才是北约军队在阿富汗陷入僵局的根源 文章说阿富汗局势的现状是 想要用武力彻底清除塔利班 基本没有可能 而塔利班想要在阿富汗大部分地区 卷土重来也没有可能 问题是塔利班和阿富汗政府之间 缺乏和谈的共同利益 这是现阶段阿富汗政治进程 难有进展的关键 假期最后一天 各地车站积极应对 南昌 杭州 南京等旅游热点地区 根据客流变化随时增开列车 并通过微博更新鱼票信息 截至今天 全国铁路共加开黄金周零客2260列 列车运行安全正点 各地未出现旅客滞留现象 今天晚上就可以到北京 而且晚上就可以回家休息一下 明天早上可以正常上班挺好的 今天为止黄金周客流会突破6700万 同比增幅在6%左右 考虑到一部分错峰出行的旅客 会延后返程 所以未来三天 在黄金周期间加开的零客列车 还会根据客流的需求延续开行 旅客可以选择乘坐 根据商务部最新统计数据 截至今天下午 全国主要零售和餐饮企业销售额近7000亿元 同比增长17.5% 十一长假期间 全国餐饮住宿业生意红火 杭州西湖 云南丽江等地 星级宾馆全部爆满 餐饮市场更是人头攒动 洪泽湖的螃蟹一天就卖了20万斤 为保障节日市场供应 天津 湖北等地的农业 商务部门 提前与山东等蔬菜大省对接采购 多家大型农贸批发市场交易量 都比平日增长了近两成 我准央来有些东西 没准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